一场惊天动地的神魔大战 家喻互想的文学名著 让人如痴如醉 百毒不厌的经典故事 令人回味一生 一生必读的中国十大名著 分神演绎 朗读多妈 第25集 吕月西齐撒温丹 周王听说邓九宫投降西齐 勃然大怒 立即申电 召集百官商议对策 中剑大夫飞连出列 走道 陛下 一臣之剑要攻克西齐 非一周猴疏忽不可 他是狂青国戚 你派他去攻打西齐 他肯定会竭尽全力 周王听了 不住点头 立即传令军政官 寄到冀州 传旨于苏护 很怪 使臣到了益州 来到了苏侯府 宣读了圣旨 苏护接过圣旨 心里暗自高兴 原来达基 自从进宫 受到周王宠爱后 违背父母的教诲 无端作恶 迷惑周王 使周王越来越昏庸残暴 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责骂苏家 苏护正苦于无法抬头做人 这次周王派他 侦罚西州 他想正好借此机会 归顺西齐 向天下人表露 自己不满周王统治 以及与打击决裂的兴起 第二天 苏护点兵祭齐 以震伦 赵炳 孙子与 陈光为大将 率十万人马 携带家眷 向西齐进军 大军日夜赶路 没几天 就到了西齐城下 苏护下令 安宁扎寨 此时 江子丫正在相府 收四方诸侯的文书 太马来报 冀州苏护 来发西齐 紫丫问黄飞虎 有关苏护的情况 黄飞虎说 苏护为人正直 虽是黄秦国戚 却痛恨昼王的残暴 有归州的想法 与我常有书信来往 我想 他这次来 肯定会借机 投奔我们 紫丫听了非常高兴 三天过去了 苏护还没有派人来叫战 黄飞虎提出 去探探情况 紫丫同意了 黄飞虎骑上五色神牛 出了城门 来到商军营前 大声喊道 请苏护出来答话 苏护不知虚实 便命先行官赵炳应战 赵炳上阵 就大骂黄飞虎叛贼 骂拿了黄飞虎 黄飞虎冲上来 和他大战二十个回合 一下将他擒住 苏护手下的副将 振轮文报 向苏护请战 苏护只好同意 振轮骑上火眼金金兽 手提降魔杵出了迎门 黄飞虎定睛一看 对面 这员大将面如紫嫂 想象十分凶恶 便问 来将是谁 震轮说 我是义州苏护 副将 震轮 特来捉拿你叛贼 说完 护起降魔杵 找黄飞虎打来 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 下枪相迎 两兽相交 枪 杵 并举 打了三十个回合 震轮 剑不能取胜 八处一放 放出三千只乌鸦兵 随后 他又发出哼的一声 只见两道白光 从他鼻子里射出来 黄飞虎被白光射到 跌下坐骑 这些乌鸦兵 一拥而上 用挠钩 勾住黄飞虎 然后用绳子 将他旁起来 黄飞虎的儿子黄天化 见父亲贝奇 急忙骑上玉麒麟 赶来救营 震轮 又用相同的办法 捉住了他 子鸦见二将失利 命土行孙和邓禅玉 出城迎战 震轮 见城里出来一个矮子 嘲笑了一番 土行孙大怒 冲上去 橘棍就打 震轮急忙用处 挡开 一高一矮 战成一团 震轮已经累得满身试汗 却怎么也打不着土行孙 情急之下 又用同样的法术 把土行孙绑走 邓禅玉 见丈夫背擒 忙打马冲上来 被震轮 制出一枚五光石 震轮躲不及 被打得满脸是血 只得拜证回营 震轮带伤 压着土行孙来见苏护 苏护一看 土行孙是个矮子 认为无用 便下令 推出去斩了 土行孙说 且慢 先让我回去报个信 众人听了大笑 谁知 土行孙将身一扭 就不见了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第二天 震轮又来叫战 点名要昨天 打伤自己的女将出马 等禅欲准备出阵 紫牙怕他遭暗算 忙拦住 派哪吒前去 哪吒登上风火轮 手持火箭枪 出了尘 震轮与哪吒 站了几个回合之后 又把降魔杵一摆 放出乌鸦兵 哪吒见状 心里有点慌 只见震轮哼了一声 两道白光射向哪吒 哪只白光 对莲花化身的哪吒 一点用也没有 震轮大吃一惊 又连横两身 还是不管用 哪吒见震轮的法术不灵了 顿时精神百倍 记起乾坤圈 一下打中震轮的后背 震轮负伤败回 苏护见震轮受了重伤 便趁机劝他归降西旗 可是震轮誓死 要孝命与商朝 还劝苏护不要有二心 苏护见震轮顽固不化 就私下放走黄天虎和黄天化 然后与儿子苏泉忠商量 明日往西齐大营 设取投降信 准备与紫鸦里应外合 共同降服震轮 第二天 苏护正准备给紫鸦写信 九龙岛申明山的吕月来到商营 苏护见吕月身穿红袍 长有三只眼 面相十分凶恶 心里不大喜欢 但又不好表现出来 便问道长到此有何事 道人说 我应申公报的邀请来此驻站 谈话间 吕月听到帐内 有人发出痛苦的身影声 忙问谁受伤了 让我看看 苏护浮出阵轮 吕月拿出丹药 用水化开 涂在阵轮的伤口上 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苏护本想早日归顺西齐 没想到吕月一来 把计划打乱 不由得心急如焚 几天后 吕月的四个徒弟 周姓 李奇 朱天龄 杨文辉 也来到商营 这天 吕月准备出站 问四个徒弟 今天你们谁到西齐走一趟 周姓主动请站 周姓提见步行 到西齐城下叫站 子鸭派金扎应站 金扎出了城 见面前这位将士 身穿青色道袍 轻面獠牙 一脸凶像 喝道 你是何人 到此送死 周姓怒答道 我是九龙岛的练器士 周姓 这下 下山要与你们昆仑禅叫 一决神象 说完 挥剑向金扎辞了拐 金扎用剑相还 两人站了没几个回合 周姓从袍子里 取出一个铜庆 对着金扎 连敲了三四下 金扎立即摇起脑袋 面如紫色 大叫着 哎哟我的头痛死了 芒桃回城 一天后 城外又有人叫寨 紫鸭问 谁愿意去 木扎自高奋勇地要去 木扎出了城 见前面的道士 头碗拴抓技 身穿淡黄色的道服 大喝道 你是什么人 敢用鞋术 叫我兄长头痛不已 道人说 伤你兄长的是我师兄周姓 我是他的师弟李奇 木扎大怒道 什么轴姓李奇 都是一帮腰道斜党 说完 持剑来取李奇 李奇用剑披面相迎 两人剑对剑 大战了六七个回合 李奇取出一番 迎面对着木扎连摇树下 木扎李奇打起寒镜 脸色像白纸 浑身上下 犹如火烧一般 他解开袍子 一面喊 一面往回跑 李奇见了 也不追赶 静止回营去了 接下来两天 旅约分别叫朱天岭 杨文辉上阵 雷震子 震刺 在空中 迎战朱天岭 不料被他的昏天剑 击落 只好跳着逃回城 龙须虎迎战杨文辉 谁知杨文辉取入散黄边 朝龙须虎甩两下 龙须虎就变得晕头转向 用石头打起自己人来了 紫牙只好命令将士 将发了昏的龙须虎捆回城 第二天 吕月亲自叫证 紫牙亲自上证 只见吕月身穿大红袍 骑在金眼铺上 两人刚交上手 杨简就坐马上前驻站 吕月见他们人多势众 立刻摇送身子 顿时献出三头六臂 每只手分别持 行天印 瘟疫中 行瘟帆和刀枪剑 来战众人 杨简忙放出笑天拳 他一口咬住吕月的肩 黄天化 发出火龙镖 打中吕月的胳膊 紫牙记起打神鞭 一声响 将吕月打下金眼铺 吕月忙借土盾逃走 吕月逃回营 服用丹药治好了伤 他气不过今天的事 便想出一条毒计 夜深人静时 吕月和四个徒弟 接五行盾进西齐城 把温丹撒遍了西齐城 第二天清晨 城里的人喝水做饭 温丹就顺着水 进入人的身体 不到一天的功夫 西齐城的军民 都感染上了瘟疫 只有哪吒和杨简幸免 局势非常不利 这是黄龙真人 和玉顶真人 来到齐齐 玉顶真人 让杨简速去火云洞 找神农士 神农士给了杨简三粒仙丹 然后又拔出一株 叫柴湖的仙草 让他引众人间 说以后再有瘟疫 可食用柴湖治病 杨简用水化开仙丹 跳到空中 撒遍全城 一夜之后 瘟疫尽失 吕月在营中 休息了七八天 以为西齐城里的人 死得差不多了 就带着四个徒弟 领着一万两千人马 偷袭西齐 黄龙真人 玉顶真人 哪吒和杨简 把守城门 与吕月等人展开激战 金家木渣 也来助战 众人齐心协力 杀死了周姓 李奇 朱天麟 杨文辉 吕月被木渣的狐钩剑 砍下一只胳膊 仓皇 逃亡 九龙岛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多巴开讲 或者添加微信 5642458 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